台湾 风广集团 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您现在收看的是 华士教育文化频道 接下来要播出的是 服务业管理 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服务业管理 第三讲的课程 首先我们介绍 今天的两位来宾 第一位是我们的陈老师 大家好 我是陈婉为 很高兴又会和大家前面 第二位一样是我们的林老师 各位同学好 我是林泽杰老师 很高兴今天来分享 我们的服务策略 是的 今天我们第三讲 主要谈到了 是整个服务的策略 制定跟规划 今天有几个主要的单元 第一个就是 服务的策略的愿景 包含我们要谈到 如何确立市场的地位 顾客的需求确定 还有第二个竞争环境 整个竞争环境困难的原因 来进行探索 第三个部分是竞争服务策略 包含Marco Polo所提到的 这三个成本优势 差异化跟焦点集中的一个策略 那第四个部分是谈到 我们市场上如何来赢得顾客 如何让这个顾客来选择 我们的服务 那第一个部分是服务业的 这个竞争阶段的演变 那么持续改善生产力跟品质 那么来维持我们的一个竞争优势 首先我们谈到的是策略服务的愿景 那么企业在眼里策略服务愿景 时的一些流程 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投影片 有四个部分主要的一个流程 首先是服务递送系统的一个设计 那么设计完以后 就要进行这个云运策略的一个规划 然后拟定我们服务的概念 跟我们主要的核心服务是什么 然后再确定我们的目标市场的一个区隔 针对这些不同区隔提供不同的一个服务 首先我们来谈到第一个部分 就是服务递送系统 那么服务递送系统的这个重要特色 包含了一些像我们这个递送中 人员的角色 科技 设备 布局 还有整个流程的程序设计 还有产能如何 能不能应付一般时期 尖锋的时期 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个部分 检视一些事项 像这些递送系统能够确保我们品质标准吗 那么是否能够跟我们的竞争者来形成差异 或者是我们能够这个提高门槛 让竞争者对我们这项服务产生了进入的这个障碍 那第二部分有关营运策略上面 有几个重要的元素要考量的 就是营运的状况 财务的状况 行销 组织能力 能力资源的分配跟能力 还有控制等等 那我们会把主要的营运的核心 最大心理是放在哪里 那么资源将放在什么标的里头 那整个服务这个品质 还有成本 如何来进行营运上的掌控 包含衡量的方法 有什么诱因 有什么奖励的措施 所以在下列这些层面 我们来看 在整个竞争上 其他的结果可能就是服务品质如何 成本结构是否得以 生产力是不是提升 那服务的忠诚 服务人员的一些忠诚 跟斗志的状况 第三个部分是有关服务概念 那么从对这个顾客的产生的结果来看 我们这个服务提供的重要元素是什么 这我们必须要思考 所以这些元素又如何能够被这个目标 市场区隔的这些消费者来看待 是整体来看 员工的意见如何 其他消费者的观感如何 特别是顾客如何来看待我们这些服务的概念 所以我们必须要从下面几个服务层面来进行 包含设计如何 传送效果如何 行销的过程如何 接下来我们谈第四个部分 是目标市场的一个区隔 那市场区隔的一般特色有哪些 我们必须要定义出来 哪些构面能用在市场区隔上面 比如说我们是用人口的变数 心理的变数等等 那么在各个区隔开来的市场 它的重要性分别如何 在不同市场里头 它的消费者或它的顾客 又有什么样不同的一个需求 这边也是要把它定义出来 那这些需求呢 是不是被我们的服务提供者来满足了 那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满足我们的顾客 那由谁来提供这些需求 所以在整个研拟策略服务愿景的 一些不同的阶段 要有一些不同的考量 首先我们谈到是这个服务递送系统 那么完毕以后呢 如何来进行这个所谓的营运策略 那中间呢 我们必须要考量的是服务传送系统 是否能够来支持我们这个营运的策略 那进入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如何来达成服务概念的形成 所以在营运策略里头要去探讨 服务结果对顾客的价值 那是否超过所谓的成本 因为毕竟我们这个服务的产业 目的还是在以这个获利为主要的一个考量 那么在这个服务概念呢 到这个目标市场区隔之间呢 我们要考量的是 这个服务概念的瞄准 顾客需求是否瞄准 那是否有来回应这个竞争者同职服务的一些适合程度 或者差异化的程度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看整个我们在竞争环境方面的一些考量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请陈老师呢 来为大家做一个介绍 是的 接下来让我们大家一起来探讨服务业 它的竞争态势困难的几个原因 第一点相对于较低的全面性进入了一些障碍 服务是无法申请专利的 而且大部分的服务都不是资本秘籍 因此它创新是可以轻易地被竞争者去做一个coping 然而服务还是可以创造对手无法复制的进入障碍 例如在日月潭岸边设立的高级休息饭店 例如就是寒碧楼 再来第二点 我们就谈少有规模经济的机会 由于服务是具有生产跟同时消费的一个特性 那顾客必须到达服务设施的地方 或者是我们服务必须送达到顾客的地方 使得市场的区域受到限制 导致小规模的输出 因此呢 加盟公司它会借由分摊采购广告成本 然后达成某种程度的规模经济 或者以网际网路来取代现在实体的往返 第三个 不稳定的销售波动 服务的需求会随着每天每周或季节性而有所不同 而且顾客是随时到来 那近几年因为整个台湾的景气 整个消费市场并不是很蓬勃 那大家都有一个很态势 趋势很明显就是大家把所有的采购都集中在 每年的年末的周年庆活动 第四点 与上下游的交易没有规模优势 服务业是属于比较小型的规模 它在跟强大的购买者 或者是供应商交易时 常常会处于比较不利的地位 可能在价钱上 交期上 货物量上 都没有获得一个保障 可是也是有比较例外的 例如麦当劳的牛肉的采购 第五点 有关于产品的替代 产品创新它是可以用替代服务 服务业不仅可以必须去观察到其他的竞争者 然后也必须去预期产品 它的创新也可能让他们的整个服务 会被做一个淘汰 第六点 我们整个服务业最重视的一个顾客忠诚度 客制化的服务 可以为企业创造忠诚的顾客基础 形成一个另外新的服务业的 进入了一个障碍门槛 第七点 退出障碍 尽管我们利润比较低 或者是甚至没有利润 可是有些服务公司 它或许还是会继续去营运跟经营 举例来说 有些私人企业会雇佣一些家庭成员为劳工 就所谓的family的一个company 然后也没有打算要去做一个 扩大获利的计划 第七点 退出障碍 至于古董店或者是潜水用品店 这种服务性的公司 一般的老板都是基于兴趣 或者是一些比较不切实际的梦想 那它仅仅是让公司的拥有者 在工作的同时也会产生一个满足感 然后来抵消一个比较低廉的薪知 因此呢 以获利为目标的竞争者 很难将这些私人企业逐出市场外 好的 那感谢陈老师的一个说明 那接下来我们谈的是这个竞争服务的策略 那在这谈之前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谢谢大家的收看 好 谢谢同学们回到现场来 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单元 就是我们课本三之三 竞争服务策略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就请林老师呢 来为大家来做介绍跟说明 好 刚刚从陈老师的一个讲解当中 我们可以了解到 整个服务产业是相当的竞争 也是相当的困难 所以在这个困境当中 我们如何来去突破 这有赖于我们的一个竞争服务的一个策略 我们以POTR所提出的 三个一般性的竞争策略 分别第一个为我们全面成本优势的策略 第二个 差异化的策略 第三个 焦点集中的策略 我们分别来说明 在第一个全面成本的优势策略当中 最主要是希望能够有效率的设施 成本或者是日常开吃的一个控制 还有包含一些创新的技术 来使我们的效率更加的一个提升 借着我们的一个效率提升 也可以造就我们的一个低成本 而低成本它是一个防御与对抗的一个基础 缺乏一个效率的竞争者 它是最先遭受到竞争者的一个压力 我们要实现我们的低成本的策略 往往需要投资一些先进的设备 然后提出一些侵略性的一个价格 甚至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 不起我们的亏损来占有我们的市场占有率 将市场占有率全面的一个提高 那成本优势的策略呢 有时候呢 可以再造产业的一个革命 我们以比较成功的典例来讲 例如说麦当劳 Walmart百货 还有呢FedEx联邦快递 这些公司来讲 它的服务公司呢 都是运用各种方法来达到低成本的一个优势 以下呢 我们也用一些全面成本优势的可能的方案 来做一个说明 在可能的方案里面 第一个 我们来找出低成本的顾客 公司呢 可以提供成本较低的服务 给某些顾客 例如Costco 好事多呢 它是一个成本的零售商 它锁定那些愿意大量购买 而且它不需要额外的包装 或者呢 愿意自助的一个顾客 用低价的策略来销售给产品 交售给我们的一个顾客 第二个 我们的方案二呢 我们可以用客制化的服务 将它标准化 一般而言 我们帮人家报所得税 可以视为一个 地形的一个客制化的服务 类似的案例呢 还有像小型的法律顾问服务 还有家庭保健的一个中心咨询 都是以低成本经营 专业化的一个客制化的服务 来做我们可行的方案 第三个 我们可以透过降低服务的一个 递送过程 人为的因素 在降低我们递送过程的人为因素里面 它可能会有一些潜在的一个风险存在 但是如果它是可以提升便利性的时候 顾客还是愿意来接受我们的一个此方案 例如说ATM 自动柜员机 它不但方便 而且它还减少了顾客跟银行 和出纳员之间的互动 也降低了银行的交易的成本 第四个方案 我们可以降低我们的一个网络的成本 有些服务业 它需要和顾客之间建立一个网络的缘结 所以它一开始必须付出高额的开办费用 那像电力公司 电信公司 就是一个明显的一个例子 像FedEx 他们也是提出一个独特的一个 轮轴的一个网络 来降低网络的成本 他们在美国的孟非斯特 有先进的分类技术 可以送到它的营运中心 因此货物隔夜就可以送到 美国的各个城市里面去的 但是如果有新的城市加入该网络的时候 这个FedEx它只要增加一条来回中心点的路线 不需要在所有提供服务的城市当中增加路线 这一种轮轴式的效率是非常的高 是空应业也在使用的 就像我们所谓的条条道路通罗马的一个概念 第五个 采用离线的一个服务 许多的服务它的本质是要现场清零的 但是因为我们顾客出现时候才能够提供服务 因此对我们顾客不需要在现场出现的一个方式来讲 交易就可以用离线的方式来进行 举例来说 修鞋的服务可以分散在世界各地 那各个顾客他可以送鞋或者是拿鞋 那订单我们可以全部送到我们的工厂 那修理工厂我们甚至可以把它设在海外 如此就是一个离线的一个服务 当我们提供一个离线的服务 它可能因为合并而带来一些经济的规模 低成本的一个设备地点 以及系统中不会出现顾客 所以这样子的系统营运方式 我们可以把服务业就像是一般的一个工厂在营运一样 接下来我们介绍差异化的策略 差异化的策略最主要它的重点 在创造独特的一个服务 我们希望能够透过不同的品牌形象技术特色 顾客服务还有代理商的网络等等 一般而言我们差异化的策略 并不表示我们就会忽略我们的成本 主要的目的我们是创造我们顾客的忠诚度 而差异化所强化的服务是目标顾客 他所愿意支付的 所以并不见得会忽略掉我们的成本 下面我来介绍一些 可能会达成差异化的可能的方案 第一个我们让无形变有形 服务的本质它是无形的 在顾客消费以后 就不会留下一些任何的实体证据 但是有一些饭店 它为了要让你呢 曾经到你到访饭店的一个足迹 把它留下来 饭店可能会提供一些威育用品 那这些用品就打上饭店的名称 让无形变成是有形 第二个将标准的产品客制化 企业能够以少许的成本 提供贴心客制化的服务 例如说饭店人员 如果你去饭店住宿 他能够说出你的名字 一定会让你感觉到备受尊崇 那例如说美法店 虽然他提供个人的一个设计师 但他如何有果汁吧 放松的环境 播放一些情境的音乐 我想对我们一般理法店 也可以做差异化的区隔 那像汉堡王 他还努力发展 接单的生产策略 企图跟麦当劳的存货生产 有所区隔 这都是差异化的一个实例 第三个方案 我们可以减少认知的风险 我们缺乏购买者的资讯 会让消费者产生冒险的一个感觉 例如说我们去维修车子 那我们可能对汽车的修理的知识 并没有非常的充足 所以我们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 来了解到维修的内容 还有工作的内容 还有如果我们看到干净的一个环境 还有设施 那我们就可能会希望来这一家服务场 做它的一个维修的服务 因此这一种信赖的关系 产生了一种安心感 顾客往往都会喜欢多花一点钱 觉得这个是值得的 第四个 我们可以着重人员的训练 人员的训练跟发展的投资 是对服务品质有正面 而且是难以复制的竞争优势 因为这些企业里面 我们如果能够是 精良的一个训练 我们可以在我们的企业里面 同业中非常的有名 那有些企业呢 像麦当劳大学 麦当劳他会成立汉堡大学等等 这个都是着重我们人员的一个训练 那第五个方案 我们是用品质管制 因为劳力密集的系统 它是需要提供品质一致性的服务 那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所以企业呢 我们运用员工训练 然后明定作业的方法 SOP我们希望能够直接来解决我们的一个问题 造成品质的一个一致性 例如说以MatchPen这个连锁餐厅 它可能会设计一个简单的机器来生产可丽饼 来提供它的可丽饼是一个一致性的一个产品 因此呢我们的服务品质也会因为顾客的期待 和过去的经验的一个落差而去复杂 那这部分呢是影响我们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议题 接下来我们来看我们的焦点集中的一个策略 焦点集中策略最主要是借由解决顾客的特定的需求 为特定的目标提供极佳的服务 市场区隔也可能是我们特定购买族群 服务或者是地理的一个区域 相较于我们所刚刚所谈到的 服务广大的一个市场企业来讲 我们focus在我们的集中的一个策略里面 那如此呢我们才能够在我们区隔中 获得我们的竞争的一个优势 因此针对特定的市场 而非整体的一个市场做出区隔 那这一个呢是我们全面邀准化的一个应用 我们稍坐一下休息 好 欢迎同学们回到我们节目的现场 那么接下来我们上的是课本第四节 第四个部分 就是说在市场上呢如何来赢得我们的顾客 那这方面呢我们就请陈老师来为我们做介绍 大家好 现在我们来谈一下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就是在市场上我们要如何去赢得客户 就是顾客 那顾客呢会是竞争业者的态势 跟个人的要求来选择服务提供者 那我们就举了一下一些顾客可能会选择的例子 第一点可取得性 也就是指方便取得的服务 例如银行它现在都利用ATM自动归员机 让顾客可以24小时获得金融服务 那服务业提供免付费的服务电话 供顾客随时可以查询资讯和进行个人服务 就如7-11里面有中国信托的ATM 因为7-11大概我们走几步路都有一家 所以呢会造成许多的民众在选择开户的银行 就会比较偏向某一家 第二点便利性 第一点呢它会决定业者对顾客提供服务的便利性 例如加油站 素食餐厅和干洗店等企业想要成功 那你的地点就必须选择在很繁华的地段 第三可靠性是指服务可靠的程度 举例来说除从人员走了之后 我们就会想蚊蚊还会在滋生吗 那另外顾客我们去修车的时候 我们一般最主要的抱怨就是 他无法一次送休时就把所有的问题给解决掉 以航空公司来说 美国航空管理局 它会收集各个公司准时绩效的统计表 第四点个人化 你是不是被视为独立的个体来对待呢 举例来说有饭店他发现顾客会再度光临 是因为接待人员记得他们的名字 这个有一个很有名的例子 就像亚都的延长寿先生 不论服务的客制化 它的程度如何 它都是会具比较个人化特色的服务 让客人永远记得这家饭店的 特色的地方 第五点价格 相对于产品 价格的竞争对服务而言较不惧的效用 是因为它的服务成本 往往很难 很客观地去做一个比较 例行性服务的成本 可能比较容易进行比较 但是对于较专业的服务来说 价格竞争可能会被认为是具有反效果 因为价格经常被认为是跟品质优劣的 反向标准 就例如可能五星级饭店跟三星级饭店的差异 第六点品质 服务品质是顾客对服务的先前期待 与服务发生时跟发生后感知的经验 两者结合的一种比较结果 与产品品质不同的是 人们是结合服务递送过程 跟服务结果来判断 它的服务品质好愉快 第七点信誉 当顾客不确定要选择哪一个服务提供时 往往是透过跟他人的交换 一键而得到解决 或者现在大家都直接会上网去做 Google搜寻 这样的餐厅 或者是这样的服务场所是不是有口碑的 那跟产品不同的是 不良的服务经验 是无法用退货退钱来做一个抵消 它会造成一个 某一段时间的一个信誉的影响 正面的口耳相传 是最有效的广告形式 第八点安全性 健康和安全是很重要的考量 因此在许多服务中 顾客是将生命托付到服务提供者的手上 举例来说 最近有很热门的医美 那许多人都会做一些 可能甚至于一些侵入性的治疗 如果你没有选择一个比较有口碑的一个环境 那可能会造成难以想象的后果 第九点速度 等待一项服务要花费多少时间 如果以消防和治安等比较急服务来讲 应变时间是主要的绩效标准 至于其他服务呢 等待有时候你可以换来比较个人化的服务的条件 而获到折扣 好的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继续来看我们课本第三节 关于服务业的这个竞争阶段的演变 那么整个服务公司的发展 我们可以说按照它服务竞争力呢 可以分成四种不同的等级 或者是说不同的这个阶段 总共分四个一个阶段 那么阶段一 那么也就是最初级的最初时的一个基本的服务 那么它可能在进化到阶段二 那提供所谓一般的服务 那么进而呢 阶段三 那么形成差异化有特色的一个服务 那么第四个阶段 我们就是达到了所谓世界级的一个服务递送 那我们来依序介绍这些不同阶段 它的内容 跟应注意的事项 那么因为有些服务业者 特别是这个政府部门 那他们的服务经常就停留在这个阶段一 因为他们没有以这个最低成本 来执行这些业务工作 那特别是有时候顾客往往也没有别的选择 所以没有太大的这个动力来追求我们品质的一个改善 没有人去督促 所以由于这个工作人员的能力跟潜力 它有限 那所以常常需要上级直接建督 而这样不张的绩效都取于这个训练不足 那特别是我们国内的这个公务人员的系统 那么现在烤基上面的打法还是这个有一定的一个僵化 那这是前阵子政府部门在讨论的 那也就希望把我们的服务从这个阶段一 是不是能够往上提升到阶段二阶段三 所以这些公司那通常是在这个新科技的投资方面 总是拖到最后一刻 那所以让他们这些公司的本质比较不具竞争力 所以他们必须只遇到挑战的时候 才愿意来提升自己 那阶段二我们谈到的是一般的这个服务 因为阶段一的这个厂商受到一段时间的保护以后 可能就要最后要面对竞争 而被迫要重新评估整个服务系统 所以接着营运管理者就必须要采取 这个企业实务的一个这个务实做法 要让新的要跟新的竞争者病假齐驱 以避免这个市场障碍率一直丧失 像是这个所有成功的这个航空公司 都购买同款飞机的时候 可能我们要买去这个华航或者其他航空公司 也要跟进买相同款的 来这个把这个竞争态势给消弭掉 那么我们再来看有关于阶段三 这个所谓的行程差异化特色的一个服务 那在阶段三的这个公司 我们这个主管可能就要高瞻原主 来创造整个企业 他们公司的这个价值 来为顾客提升他们的价值 所以管理者在这个阶段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像是北欧航空公司执行长就提认到 那他们的这个商务旅客被抢走 唯一要抢回来方法就是准时起飞 因为他们比较注重时间上的一个概念 那所以因为管理者通常在公司 要提出这个持续性的一个改善 来提供服务的一个保证 那么在阶段四 有关世界级的服务递送 通常世界级的公司 不会只满足于服务顾客 满足于这个顾客的期望而已 应该要提升他的服务满意度 那么甚至让他的竞争对手 这个望尘莫及 那我们今天的课程就上到这边 那么很感谢我们今天两位来宾 陈老师还有林老师 一起来分享一些经验 今天课程到此结束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